字幕提供 籌碼動築先機董籃掌 我吉仙大家好 我是謝忠玲 歡迎來到我們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個股的這個部分 同學其實大盤輪歸大盤 個股我認為 你有時候在大盤壓回的時候 好的股票壓回 後面還是一個狀況 叫做什麼 大盤輕輕談個股一片天 上個階段我們跟大家提到 就盤施的部分同學 到底你是覺得是哪一個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話不用看了 接下來你不用看了 如果說你是覺得是短期的情緒宣泄的話 那好的股票搞不好怎麼樣 搞不好也有機會減了喔 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說 第三季營收是後續的關大重點 因為第一次要做夢對不對 然後這幾個重點族群 然後還有一份口袋名單 好股分享 如果說你還沒拿的話 你可以來拿 剛好怎麼樣 剛好掉下來了 剛好股票掉下來 股票掉下來 好的股票弄一弄 他就會跑上去了 好不好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好那一樣先來看這個部分 這是光通訊的部分 同學我們必須嚴格講 光通訊做的是個題材 做的是題材 我相信我都沒有說什麼光通訊 我來營收很棒 甚至我來跟大家提什麼 什麼細光子聯盟 那真的是台電發起的嗎 是台電發起的嗎 好像也不是嘛 他是這個題材 那這個題材其實到 2027不知道後面營收 可能營收只有一點點而已 這是無所謂的 反正題材很棒 後面是一定要做的 這是一個夢 非常永遠的夢 既然是題材的話 你一定要先找最強的 對不對 最強的是誰 聯軍 聯軍最強 這個強到怎麼樣 強到今天 哇 被分盤 但是同學被分盤沒有關係 你要看你成本在哪裡 同學成本在哪裡 我第一次成本在120幾 沒錯吧 這是120幾 我第二次成本在140 這120幾 然後140在這裡 也就是成本如果說有拉開的話 你在怕什麼小朋友 怎麼120 這140 今天有來有跌打 5分鐘一盤 我要大家 同學5分鐘一盤 分盤就很難控盤 分盤很難控盤 而且分盤的時候怎麼樣 分盤的時候一般來說 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拉 只是大盤這樣子 然後你又被分盤 你要硬拉 你只拉一支也蠻奇怪的 要你就全部拉 但是現在狀況好像不會全部拉 因為怎麼樣 因為準備交營收 說真的是營收 營收 聯軍應該是交得出來 但其他的可能交不出來 其他的可能是交不出來 那如果說你一直賭搶的話 一直賭搶 賭搶機會可能不太大 所以被分盤 被分盤 反正我們成本 如果說以追見成本就140了 140 我們再163 就被分盤了 163 我請我們學員 反正就是先把它怎麼樣 先把它出一出 先讓它整理 但是呢 同學像這種強勢股 壓回來 壓回來應該還是要留意買點 因為題材非常棒 題材非常棒 而且要加股文 也加股文在這邊訂單 那有加股文訂單的話 其實看這些啊 這些 基本上 業績什麼時候出來 不知道 後面可能會有業績 但是你說什麼叫鬼替證 比如說像這個賺100 這個100多塊對不對 什麼EPS10塊什麼的 那個不可能 不太可能什麼EPS10塊 他EPS有變正了就不錯了 聯軍最強了 所以先看他 其他的像什麼上權聯益 這我認為也可以看 不過呢 不過 我認為還是要先看他 還是先看他 反正現在5分鐘一盤 等到怎麼樣 等他不分盤 那不分盤 如果說你要不分盤的話 就是你要怎麼樣 你就不能漲 對 你再漲的話 就10分 20分下去了嘛 所以如果說 考慮到一個資金的效率 使用效率的話 就直接先把它除掉 也是163元先把它除掉 然後後面 整理完之後再來 什麼時候可以買 什麼時候可以買 當然 空訊帶著 你就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買 一樣啊 張開爽爽歡迎你 甚至於 同學你看我節目上在那邊講 我又不是講完 怎麼隔天出掉 不是啊 看節目基本上也都怎麼樣 看節目基本上也都賺錢 所以也有第二段 邀請你一起來賺錢 再來這個健翰 同學健翰 今天盤不好 他紅黑棒 一樣開低 今天這種狀況誰不開低 大家都開很低 問題是開很低 你要拉得起來 他有沒有拉起來 他有拉起來 他跟紅黑棒 有拉小爹小哥2% 33點多 33點多 其實他形態沒有壞 他形態沒有壞 大戶出不比不是往上升 倒是往上升的話 大戶不是笨蛋 也不是傻子 公司沒東西 還繼續買股票 通常都是後面會有東西 而且今天又趕大紅黑棒 所以我認為像這個 持續的做關注 好不好 這個呢 這個我現在 昨天已經講了 這不是台藥嗎 老朋友嘛 這是週限 週限 我們昨天已經講很多了 然後呢 收完盤 他現在也跌了 今天也漏 漏沒關係 看一下今天那個營收 8月營收22億 領頭不要看了 月增3% 年增59.94% 同學又再創新高 又往上跳 越往上跳 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 我們昨天出180的對不對 他昨天180 先把他出 先出一半嘛 對不對 應該沒錯吧 今天又掉下來 哇那個價差十幾塊 營收非常不錯 170以下 170以下 同學170以下都安全 對不對 170以下是不是都安全 因為CB總會叫170嘛 所以你要掉到170以下了 恐慌殺盤 最好明天再殺一下 哇明天 明天也在殺嘛 有一種你明天再殺 明天再殺 哇明天我就再去撿 你敢跌我就敢撿 就這樣 我把180出掉就把他接回來 我現在價差已經十幾塊了 你明天再跌 我再接 反正你就是區間嘛 你營收這麼好 同學 昨天高盛有出個報告你知道嗎 昨天高盛 昨天9月3號高盛有出報告 寫台要的 目標還是往上調 目標價還要往上調 往上調的話 往上調很好啊 很好啊 交換器嘛 沒錯啊 交換器啊 交換器的那CC有材料 M7 M8 聽說認證過了 認證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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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180掉下來 掉下來 哇 乾脆說尖骨災好了 180我們出一半 掉下來 是外價差 營收很棒 明天再買一買好了 差不多這樣啊 來回做價差啦 反正這隻 這隻 我現在學員如果在看節目 你會覺得這次我們做得很順 對不對 做得很順嘛 從這邊嘛 我覺得這邊是140 140 弄弄西弄 價差 弄到快200塊 然後出掉 等那個CB嘛 CB完之後又跑回來 一直弄弄西弄 哇這支股票 說真的這股票 要幫我們賺很多錢 現在機會又來了 對 但是同學這邊有個重點 你高檔要有出 你低檔才有辦法接啊 你懂是嗎 你高檔要有出 你低檔才有辦法接啊 你不是一直買買買買買買買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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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你是印鈔票的 你是印鈔票的話 欸 要不要收我當乾熱子 啊 鈔票分我一點 比較快 好不好 所以就是 OK啦 我認為是OK啦 就是你有業績 反正業績又不是業績交不出來 業績也交得出來啊 你高檔有出低檔可以接回來啊 你就來回做吧 好不好 所以同學 重點是什麼 選股還有操作 可能要稍微靈活一點 有些股票你可以怎麼樣 抱著不理他 抱著不理他 有些股票啊 你可以來回做價差 像這種都是比較活潑的啦 好不好 就乾張乾跌啦 那 遇到這種行情 我們剛才跟大家說了嘛 我認為是什麼 什麼系統性風險啊 因為你說這個地方什麼主跌段的話 主跌段一般來說 這地方主跌段 主跌段基本上跟初跌段會差不多 會比初跌段多嘛 再怎麼樣也是一樣 一樣 跌快5千點 4千多點嘛 你這邊要4千多點 你要出多大利控才有辦法跌4千多點 飛彈車過來 還怎麼樣 我覺得機會不大啦 雖然應該是壓回打第二隻腳的機會比較大 既然壓回打第二隻腳的機會比較大的話 就怎麼樣 就是好股趕快找滿一點 你高點有出 對有價差了 準備接回來 接回來 CB專家170 170以下都是安全的 我就發呆等你拉上去 就這樣子 好不好 那這個今天也跌 好不好 他營收應該也不錯啦 看他營收狀況怎麼樣 這個 我有出啊 我有減碼 對 減碼不是今天減的 昨天就減了 昨天減掉下來 掉下來再把減碼的接回來就好了 好不好 就是你要稍微靈活一點 對就是上去出一半 出一半掉下來 欸 接回來 剛好這兩天掉下來 掉下來準備減 好不好 好 這個也是一樣 做主板的啦 主板的 同學 西西樓最近很強對不對 西西樓賣給誰啊 同學西西樓是賣給誰 賣給做主板的嘛 不是嗎 西西樓會好 做主板的很爛 邏輯說不通啊 西西樓會好 夏宇樓主板一定好 這個 這隻 八雲燒不怎麼樣 九雲燒會成長很多 就差不多這樣 這個月開始拉 這個月開始拉的話 營收這個月還看不太出來 會成長一點點 下個月呢 下個月應該會有很明顯的成長 剛好怎麼樣 剛好在那邊鬼混 鬼混 今天也跌 好不好 跌 跌 我會 我的想法是這樣 會員分批買進 因為他的量又不是很多 量不是很多啦 但是後面如果市場發酵的話 量就有很多 都這樣子 所以 你也不用打來問 我覺得可以買就會讓你買 反正就是稍微壓回來一下 壓回來一下 趁這兩天跌 應該 我在Lighter也說了 這兩天有壓下來 對我們分批做卡位的動作 好不好就是 西西樓賣給他嘛 你台藥都已經長成這樣子了 你台藥都起到屁股 你把業績都這樣子 你下游的主板業績 業績會一直爛下去 不是很奇怪 因為他們就賣給主板的嘛 主板的就接到交換器的訂單嘛 交換器的訂單就800G的嘛 所以就看什麼時候業績灌上去而已啊 所以就是台藥之後 你也可以看往下游看 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做個簡單結論 我覺得這個盤 壓回打第二隻腳 我的想法就是壓回打第二隻腳 那壓回打第二隻腳的話 中秋節是不是要到了 所以中秋節 搞不好中秋變盤又往上 這幾年中秋變盤又往上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我個人認為就是 平心看待這個正常的波動 好的股票 後面狀況都一樣 就是大盤輕輕談 各股一片天 所以你這個地方要先把什麼 你要先把口袋名單給整理好 你要先把標題給找出來 你這個地方再疊 你不敢買沒關係 但是呢只要他一轉強 你就要趕快跳進去 你聽我的意思嗎 就是盤回穩的 好像下雨現在開始拉了 然後開始怎麼樣 開始這次再漲 那次再漲 我開始一個族群出來 你就趕快跳進去 那不知道跳什麼股票的話 一樣啊 有一個好股分享 一個口袋名單 跟你做分享 我認為可以交出業界股票 你要先留意 基本上都在我這份名單裡面 你可以掃QR Code 然後來人做索取 所以同學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如何選股 指數就第二隻腳 然後呢如何選股的問題 那如何選股的問題的話 我節目上跟大家示範一些股票 當然我們有來回做 來回做的話 應該明天 如果說明天再掉下去 有價差頭就開始接回來了 好不好 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也可以帶上口訊 跟著我們一起來操作 好不好 有操作方法就有火力的能力 就下一次 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給你喜歡的第一次時間 推播同時你 我今天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主 先進去動能掌 我期間祝大家明天 好順利 明天見 拜拜 拜拜